我們也是一樣 先新增一個 這個類別名稱 類別名稱就是這個名稱 叫Pyre 那這個名稱的 裡面的話也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裡面基本上 我也是逐一的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的習慣是 會在上面做一些簡單的註解 那上面會有步驟 反正我的習慣是加123 每個人寫法都不太一樣 如果你是個人自己寫不是teamwork的話 你可以很隨性的寫註解 如果你是teamwork 你是跟別人一起共同開發的話 那你們那個team就會有個team的 一個路 一個 通常都會 比較有規模的軟體公司 一定都會有一個 就是一個冊子 就是 就是專門是制定路 比如說命名 就是你的變數名稱要怎麼命名 諸如此類的 那有些什麼要怎麼撰寫 然後註解要怎麼寫 會比較有規模 否則的話你自己寫 寫得開心 別人看不懂 真是麻煩 所以這裡的話大概就是第1個 那第1個我們要做 取得 UI 就是 Input 你要先Input 處理 處理完之後才Output 大概流程是這樣 所以 我們怎麼取得使用者輸入的值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用一個 J option pen 我先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樣一個整數 對不對 輸入一個7好了 7是不是整數 是不是直數 4嘛 所以就跳出來 這個是一個直數 那如果今天再run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 9好了 9是不是直數 不是嘛 所以它不是直數 那這邊的基本上 我就讓它可以輸入 可是輸入值 我講過 這個輸入值 我用ShowInput Dialog的話 它會有一個字串 那字串要轉換成為 因為我上面有宣告 一個S是字串 另外的話 Int 它是一個整數 所以呢我可以用 Integer 點Value of 把它轉型 轉型 當然Integer 這個是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Value of 或者叫什麼 如果你們在 可能其他書裡面會叫 PathIn也是 PathIn也是轉型 Value of 也是轉型 那不過我習慣用Value of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 比如說Double也是點Value of String也是點Value of 那會比較好記 都是轉型 這個Value of就是怎麼樣 把原來字串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乘數 再丟給它儲存 所以我們的值就丟到這邊了 對不對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跑回圈 回圈範圍的話 E不用跑 因為 我們不需要這句除E 因為除了E 和自己本身 沒有辦法被其他數整 所以 第一個是 從2開始 再來範圍 條件是 這個I 只要是小於 這個 我輸入了值 每一個都想出出看 如果可以整除 那表示 就不是什麼 就不是值數 然後I++ 所以範圍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是第一層 的回圈部分 那第一層的條件就是 只要是小於我們輸入的值 通通都跟它儲存看 看看能不能整除 第二個是說 判斷 是不是能整 如果是能夠整除的話 那就有個break 也就是說 這個範圍不見得會全部跑完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break 如果什麼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 這個 我輸入的值 能夠被I 可以整除的話 前面講過嘛 這個是mod 能夠求於數 等於零的話 那我等於零的話 我就在這邊設一個booling 這個booling就是說 它就不是 result 這個booling 就本來是 true有沒有 反正是 跑完之後一直都true 一直都true就是沒有被整除了 那它就是true 但是如果其中有一個被整除掉 它就會跑進來 把這個booling 改成force 那改成force 它就到這邊 我們這邊有個if if後面呢 就根據這個booling 有沒有 去做判斷 如果它等於 true的話 表示的話 它是指數 因為它不會進到這邊來 但是如果它有進到這邊來 而且break break就是說 它無論是 就是做到這裡 好了 已經沒有 不用再做了 因為這個回圈 就會跳過來 判斷了 所以這邊的話 主要是透過break 可以把它跳開 跳開之後的話 如果整除 不用再跑了 因為它不是直樹了 就可以直接跳離 所以大概 基本上呢 我的這個 想法就是根據剛剛 我們所講的那個方式 跑出一個回圈 然後裡面呢 再利用這個break 一幅判斷 再break 然後再繡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等一下來試試看 大概想一下 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字起 105 這個應該 不是 印象中好像是 107 107是不是 應該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另外順便講一下 其實在這個地方 因為陳時我越來越融場 可能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 你要去debug 或者是你要去 Trace 這個 程式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弄一下 跑出來 輸入 但是你不知道 中間過程 它的變數 怎麼轉變 值 怎麼傳遞 對不對 那其實在 Visual Studio 裡面 如果你們用過 其他的開發工具 它都可以暫停 可以射中斷點 可以去看裡面的值變化 對不對 其實Eclipse 也可以 可是這方面的書籍裡面 都不會講到Eclipse 的操作 即便是你們現在手邊這本書 也沒有講到Eclipse 如何做debug 有沒有 基本上你要知道Eclipse 怎麼debug 一般我還沒看過一本書 教你怎麼做 但是 我都是自己踹出來的 所以提供給各位一個簡單的debug方式 這個外面應該你在別的地方應該是 看不到 因為這個是 純粹自己使用 踹亂踹出來的 後來發現 這樣是可以 在Visual Studio可以 絕對沒有問題 如果你們用微軟那一套 做得太完善了 因為它要錢 你要錢做得還不好 那誰要付錢 那這個是不用錢 做不好應該 但是做得好 只是說它有 只是不太好用 那如果說將來 各位要怎麼debug 各位看到有沒有 如果你今天 要在這邊 設一個中斷點 點兩下 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點兩下 反正你可以多設幾個中斷點 多設幾個中斷點 你想要讓它停下來的地方 第一步就是 這個我想 慢慢教各位 這個debug的方式 第一步請在哪裡呢 這個scope上面 就是你在第幾行 你要做中斷的話 因為你要了解 這個值怎麼傳遞 這個值 跑進來這個值 到底跑到哪邊 怎麼更改 第一步是設中斷點 第二步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上方 如果我們一般執行上按這個 執行 那在旁邊有個什麼 這個就是 湊蟲嘛 對不對 就是debug mode debug mode相對的 可以看到這個 mode 這邊就是也是 市井的切換 我們現在在java是 開發的 design的環境 如果你要進入到 除錯模式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 中斷點 第二個 直接執行他 你按這個的話 他會幫你切換到 除錯模式 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他會問你說 要不要以除錯市井 開啟 選擇市 這個時候呢 再來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開始 進到這邊 而且目前 程式是 剛好停在第幾行 第10行 有沒有 第10行呢 現在你會發現 這個s裡面現在沒有值 因為還沒跑 他是中斷在第10行 所以你可以按這個 上面有個按鈕 叫f8 或者按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我的下個中斷點 在第11行 所以你按下去之後 他會怎麼樣 停在第 再一次 debug 你按下這個 除錯模式 有沒有 他就會停在 你中斷的地方 那因為現在這一行 裡面還沒被執行 所以 s的trim裡面的值 現在沒有 沒有沒有出來 所以你再按一下f8 或按這個 按下去 他會停在 第 11行 上面 沒有 因為我們要輸入一個值 所以他這個地方 應該要跳出一個 那個 視窗出來 那個視窗 按那個 Lt加tape好了 出來在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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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是跳到這裡 那我們輸入一個值 輸入一個9好了 按個確定 那當我輸入這個9之後 有沒有 他就會怎麼樣呢 他就會因為這個 JR圈Pen 的一個9 就會丟給 這一個 這個 s去存放 按下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 11行 跳第10 10行 跳11行 這個時候你把優標放在 這一個 s裡面 上方 他就會秀出現在裡面的值 是9 他是一個字串 是一個 一個一個字串 那裡面會有其他的 相當的參考的 那個 value 其他的 OK 那我們取得9之後的話 那現在丟給他 一樣的方式 你可以按f8 再把它下一行 這個值 現在 就是9 可是這個9是一個數值 因為我藉由轉型 上面這邊也有啦 你會發現這邊也有 那也會跳出 相關的那個 那現在 relaught是 True嘛 對不對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按f8 你可以再按f8 下 就是 讓他可以怎麼樣 從這一行又停在這一行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現在9 那能不能被整除呢 不行 有沒有 現在 I等於多少 3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就跳到這裡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現在 relaught現在還是True 因為我還沒有執行第17行 所以呢如果再按一個f8 各位可以看一下 觀察一下 上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relaught就會變成false 對 然後false之後他遇到什麼 遇到break 遇到break他會做什麼事呢 就跳出回圈了 所以他會不會再上去 不會了嘛 所以按一個f8 其實基本上 因為我這邊好像中段也沒射了 不然的話應該 這邊要射 他會停在這裡 有沒有 停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他判斷一下 如果是這一行的話 應該是這一行 那如果是 這邊f8 對不對 那會跳哪裡呢 跳l 對不對 有沒有 就跳到這裡 然後就給他輸出 OK 就 結束 所以 那當然接下來你不能一直停在這個畫面 因為這個是什麼 除錯事情 所以你要回去的話怎麼辦呢 按一下 Java 就回來了 所以 剛剛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在Eclipse裡面的 Debug模式的使用方式 因為這個地方 我還沒看過有一本書 想到這一塊 剛好 平常 我會用這些方法來Debug 所以提供給各位 設中按點 切這邊 然後切過來之後 執行的話 也是按這個除錯 他會停在 你要停在地方 另外呢 你可以藉由 游標放在上面 去看一下 每個 每個變數裡面的值 還有從這個變數裡面 也可以看到值 應該可以 我印象中 我有 我有動態改過值 就是如果你要 改值 好像也直接可以從這邊吧 然後點 對 直接可以動態 就是如果你要 揣一下 不一樣的 變數的內容 會有不一樣的 好像也可以動態改 沒有問題 跟其他的語言 Debug模式都差不多 OK 所以這裡 切回來就是 從Java這邊切 OK 那等一下 我會把這個 畫面 拍照下來 給各位參考 另外就是說 各位也可以試著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 Wile 改成 DoWile 因為 軟體設計 秉級考試的時候就抽籤 三種 Fore Wile Do 抽到哪一種就寫哪一種 只是說他的語言是 VV 我在想說 會不會將來應該改一下 改Java 我覺得Java應該會慢慢變成組 因為Basic用的 越來越少了 OK 所以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